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继续收看我们下午的直播环节 来到了即使功 先和大家跟进中港两地市的表现 先看看内地市 见到下午回来 内地市仍然偏远 上证指数跌8点至3070点 深正城市跌14点报9817点 沪深300指数跌16点报3342点 创业板指数跌1点报1787点 至于港股方面 继续有百多点的升势 升107点报24685点 至于国企指数升52点报1035点 成交到369亿多 这一节和大家跟进个别版块的嘉宾 我们请来有要财政圈研究部的副总监陈伟聪 Jason 你好 Jason 你好 和你谈谈有关汽车版块的情况 其实陆续看到 各个汽车股都公布了 他们承用车方面的销量的情况 不如和你一起去看看 先看到整个图表上包括列了 北京汽车、长城汽车、华晨中国、廣汽集团、吉里汽车和东风集团 4月份的承用车批发销售数据 看到图表上做得比较差的有北京汽车 岸年变幅跌了4成1 至于岸月来算 跌了超过2成4至2成半 长城汽车要下跌9%的岸年 岸月跌了1成半 华晨中国就是岸年和岸月都可以升 至于港汽集团 岸年有得升三成热 岸月就要开始向下跌近3% 港汽车4月份的销售数据 岸年升了9成4 岸月有轻微的下跌0.3% 东风集团岸年岸月都要向下 分别岸年跌2% 岸月跌近1成3 和你谈谈最新公布的销售数据的长城汽车 先看,4月份的销售数据收入 岸月来说 长城汽车也跌了15% 岸月跌9% 数据上来说是否做得比较迹 但在图表上去看 北京汽车是否做得更差 是的,我们先讲长城 因为昨天方面公布了数据 在短期的预线 其实SUV或者整体汽车的销量,按年都仍是有升的 其实过去的年纪里面,长城汽车SUV的销量的增长都相对比较强 但是你说去到4月份,突然之间看到按年方面的跌幅到9% 有些是令市场意外,但也反映长城在SUV的竞争力上相对是下降的 我们可以看回长城本身旗下的品牌 例如它本身买得比较多,就是Harvard H6和H2方面这两个型号 在4月份,按年来说都分别跌了1.7% 按月来说H2方面都跌了2.7% 按年来说当然H2是有升的,但最主要是因为去年的基数相当低的关系 不要忘记长城汽车本身都在上个月公布了一些促销 或者推广的策略,例如它都用了10亿人民币来做一些红包计划 对于经销商或者消费者都做一些折扣或者回赠计划 例如去H2和H6方面,每一部车平均折扣都是9000多元至到15000多元 大家之前都有些想法,就是用了这么大规模或者这么进取的速销策略 会不会都可以帮到整体的销量上面,不至于说真的跌那么多呢 但是见到今次出来的数据就相对是比较令人失望的 见到长城方面按月要跌成1.5% 某程度上反映了即使推出了那些推广,那些优惠出来都好 但是面对着现在整个汽车需求的放缓 又或者是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关系 都无可避免,令到它的销量方面都要出现一个很明显的下跌 好,那你就说到汽车需求的那方面就放缓了 所以见到长城汽车出来的数字就不一样了 我都问回Jason,大家都经常看着的 汽车版法一定都会看看175,隔离汽车上年就升到含含声 今年能否保持住呢? 刚才看到它4月份的汽车总销量去到86,000几格 按年增长了成9.4% 而按月就有个向下调低,近3% 看回除了4月份之外 其实1到4月的汽车总销量去到36万几格 按年也是增长了成9.4% 亦都达了全年销量目标100万几格里面的3.7% 其实数字上来说,能否保持住这个势头呢? 刚刚开始见到,虽然按年有9.4% 4月份的增长按年,无论是1至4月或者4月都有个很量的升幅 但按月开始有些向下的时候,会不会有些担心呢? 是的,见到吉利近期的股价都跌了下来 看回今次这个销量的数据出到来,市场都没什么特别的惊喜 虽然你看到它按年方面好像都升到9成多 就是这么多汽车股里面最劲的一只 但不要忘记,去年其实它在头那半年 由于都没有一些新的SUV的型号推出 例如薄月这个品牌,都是去年大概5-6月之后才开始推 变相就令到去年同期,即是4月份方面 没有这一类的SUV的新车推之下,基数是相当之低的 你说吉利在去年都见到股价其实是由下半年才开始飙升 还有看回去年销量的数据,都是由下半年才有个比较明显的增长 某程度上都是反映它的基数累积在下半年会越来越高 变相即使见到今次4月份,出来吉利的销量按年升了9成多 但就不代表这个增长的幅度可以保持到去年下半年 随着你说现在内地方面,SUV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和市场对SUV的需求都没有去年那么厉害 我都相信吉利的SUV的型号到下半年的销程都一定会有个很明显的放慢 当然我们看吉利都要留意到未来会推出那个是新车 或者跟VOVO合作整体那个link方面品牌的销量 我都相信如果你说这个销量都做得不是太理想 对于吉利在下半年的销程都会有影响 你说到最后能不能够达到100万步的目标 我觉得那个机会都不小 因为始终去集团管理层定得,我觉得它们都心里有数 但要问个问题就是当它保持到这个销量 或者它为了要达到目标,会不会到最后都要牺牲 就是说整体那个汽车的平均售价 或者会不会都要用一个比较进取一些的速销策略 令到每一部车的毛利是受到一些影响呢 那这一方面我们就反而会比较关注一些 好的,明白了 另外在图表上面都跟你关注了 本身就是岸年都还可以升的,就是汽车股份 因为看到其他的那些汽车股份,刚才提及了 譬如长盛、北京或者东东集团 都开始岸年岸月有下跌了 反而看到华晨中国广气集团 其实4月份的乘用车销售数字上面 岸年都仍有得升的 分别升4.9%以及3.2% 至于华晨中国岸月继续升8%上来 广气集团岸月就开始向下,跌近3%下来 这两只股份又有没有得后 或者未来是否都可以继续做得好些呢 的而且看到广气的销量在4月份做得有些惊喜 这个数据其实在上个星期都出了 都令到广气的股价就飙了一阵上去 看回里面那些细数 当中做得比较好的型号 就是说Honda 就是说港汽本田方面 销量按年和按月都可以升 按年升2.3% 按月都升4% 另外看到是港汽全期方面 也是按年来说升到4.9% 那么多 变相你说港汽本身那些 外资的合营品牌都做得不差的情况下 都令到今次出道的销程相对其他汽车同业来说 是较有的优势 另外华晨也是一个亮点来的 你见到旗下的保马方面的销量 都做得相当出色 如果你只计去华晨整体的销量 去按年按月都是升的 那么这么多汽车股里面 4月份唯一是6.1个按年和按月都可以升的汽车股 那么在去年其实保马在中国的销量 做得不是太好的 但是今年来说 整体在一些叫做高端车 或者相对是豪华车的市场上面 保马就重拾了一个增长 那么我都相信这个势头 去到今年的年终打后 虽然都有机会放缓的 但是比起好像奔驰 或者其他Audi这些品牌来说 保马今年那个的力度 相对会做得比较好些 好 另外也想问Jason 可能都有一两条问题 讲到中国的汽车流通协会 发布了4月份的汽车经销商的库存 预警指数仍然在境界线之上 但是4月份的数字 较3月份来说 就下跌了2.7个百分点 去到59.2 其实可不可以看回库存的压力 其实比起第一季来说 开始舒缓了一点点 还有踏入5月的旺季 之前在五一期间 也有些大型的车展 可不可以说在来到5月 看回好一点点呢 在近期公布汽车库存的数据方面 的确是有过的舒缓 之前去到六成多 现在回落到五成多 是好转左的 但是始终都属于的那个境界线流上 暂时我觉得那个前景 都不是说真的那么乐观 还有要留意 近期汽车的附存之所以 有个回落 或多或少 都是有部分的汽车厂 就开销用一些比较进取一些的 的促销策略 好像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长城方面 都要用成十亿来做一个红包的计划 来回赠一些经销商 或者零售价上面 要设定一些 才能够可以叫做清到的存货 但是你说他们用了那么多这些策略 就是看到刚刚说的 四月份的数据都还是做得不是那么好 意味着去到今年的下半年 整体去复权的压力 仍然都是存在的 所以你说在目前这一刻 去到看汽车股 除非个别某些型号 做得特别好 否则如果你说整个市场的 需求面来看 我又不会看得太乐观的 还有不要忘记 去年整体下半年的基数 都会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再加上去年下半年内地的经济 相对做得比较好 那自然会令到那个销程 当然在今年下半年 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放缓 所以你说这个板块 一个总观的看法 我觉得都不会太正面 好 暂时看法都比较审慎 或者比较负面一点的看法 麻烦谢Jason刚刚跟我们 跟进了多谢汽车股份 4月份的销售数字情况 时间也差不多了 和你先做个申报 刚刚提及过的汽车股份 有没有哪种持有的? 没有持有的 好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可以由家庭观众打电话进来 和你们解答股份的问题 稍后再谈 各位观众大家好 继续收看我们即市公内环节 这一节和大家解答股份问题 请来嘉宾有缘财政券研究部的副总监Jason Jason 你好 Jason 你好 我们事不宜迟 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第一位接通了 有刘小姐在这里 刘小姐 你好 你们好 你好 想问什么股份 902 华能国电本身有没有拿着火 有 5.4 5.4 也都只是了 来看这个股份 也在 redundant 这个股份 目前还能立 但是根据现在这个消息面来说 其实就未有一个很具体的详程 到最后究竟是谁拼拼谁 或者会不会做一个互相合拼的模式 或者到时候合拼的方案 或者作价上面是怎样的 暂时还是未知 在现时一个很紧有的资料底下 只能够去一个炒作一个概念 就说会不会这些电力企业合拼之后 就有机会在融资平台上会做得更加好 又或者对于一些相对比较小的公司来说 是会有的好处 例如就是资产支援的计划会出现 对于你说是902来说 当然它都属于内地其中一间很大的发电企业 今次在这个计划上面都提过 它都有机会和另外两间的核电 或者是一些火电的企业做一个合拼 对于股价即时来说是会有一个正面的刺激 你见到今天股价都弹上来 都升了接近6% 但是要小心一点的 就像刚刚提过 究竟这个计划到最后 是不是真的能够成功去实行 还有会不会去那个重组 都只会在一个没有公司的层面 对于这一类型的上市公司 未必说会有一个太大的影响 所以你说它现在炒到上来这么高 我觉得不要说去到再追 当然如果你手头上面有货的 现在赚钱的 不妨可以再等多一阵 看股价有没有机会再增加到5.7% 5.8% 那些位置就可以考虑去到吃了虎线 好的 明白 谢谢Jason的分析 接着我们要听听的电话 有李先生 李先生 你好 你好 我想请问徐靖逸是怎样说的 嗯 徐靖逸 其实可能开股票的新手 都可能要知道什么叫徐靖逸 过户日或者是派送日的 那Jason 会不会都可以和我们 轻轻说一说 徐靖逸究竟是什么意思 徐靖的意思就是说一间公司 就会派一个股息 又或者做一些 可能是公股等等的动作 特别可能派息就是最普通的例子 例如就说一间公司 汇方宣布了派息的 但是它的派息就不是即日派的 那所谓徐靖逸就可能去公布派息之后 就隔几个礼拜 就会有一天叫徐靖逸 如果你说想收到汇丰那次的股息 那作为投资者来说 就必须要在徐靖逸之前 就去到买入那只股份 那你就能够在他之后派息的时候 就收到股息的 相反的如果你说在徐靖逸之后才买 就收不到股息了 那另外对于股价来说 都是会有影响的 所谓徐靖的意思就是说 将他那个每股的派息 就由股价上面就直接扣取 那例如就说好像 汇方现在做66.8的 那当他来着派息派1元的 那去到徐靖逸之后呢 那变相股价就算没有其他因素影响 那他都会由现在66.8 就会向下调整1元 就到时候会得65.8 那这个就是一个所谓徐靖的意思 好啊 谢谢Jason 详细的解说 希望帮到你啊 李先生 如果以后有任何的股份问题 都可以继续打电话来我们的民股热线 那我们再跟进下一位家庭观众的电话 有萧小姐的 萧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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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请问2689指哪个价位去入 还有我入了13393.35 有机会到家乡这两个 好啊 那给你看看2689先吧 那只9指本身没有拿着货了 那看看现在正在做8.67 升超过6% 那今天看一下消息面上 会不会有些支持在这 好啊 暂时来说这只股份如果没有拿着货的话 那都升了上来 穿回几条移动平均线呢 又可不可以去持有呢 9指就在过去的两三个月 都由那位就有个几明显的回调了 就是由10个几回到之前最低到8元左右 都见过 那今天就弹了一点 但是你看回这一类的子业股呢 其实去年第四季那一段就升上来升得很急的 但是随着的子价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都升上来呢 那就令到现时内地造纸的产能又开始是膨胀了 那就是说现时的子方面的供应呢 开始是有个增加 而且都见到过去的这两个月呢 一些大型的造纸龙头呢 都开始要调低那个子品的价格 那所以你说在现时这个的环境底下呢 那些造纸股啊 或者那些子业股呢 我觉得就算升也好呢 都未必说会有个太大的幅度的 那例如就说2689来算啊 那这一阵你说它弹上去的 那暂时我自己看在8.8至9元左右呢 都是会有个多大的阻力 除非你说未来有更加多的一些政策是扶持翻啊 又或者是那个产能就是暗淘汰的步伐是教育其中快呢 那否则的话呢 我相信它要在短时间之内去回之前 就是十个多的高位呢 都不是说那么容易的 那所以变成如果你说现在才去买呢 我觉得那个直博率就不是说太大 那你可以等个股价看看 未来会不会下回去可能8.4楼下到时才考虑买回呢 那以一个就是中短线的部署啊 就上网看回可能8.8至9元左右 另外一只就是1339就是人保 看到造价3.13元暂时没有升跌了 3.3.5元持货了 其实呢 近期一些的中资金融股 其实都是向下居多的 现在这个格局呢是怎样去看回呢 还有如果之前持货要挨一点点价的话呢 是不是会继续持有呢 人保其实就一直在这几年的时间 股价都做得不是说太好 那就算你说今年内地的保险业有些起息啊 或者看到他们之前公布的保费收入是有个增长 但是人保都比起其他同业来说呢 相对是落后了的 那再加上就说去本身主要那个业务 都是做一些财产 汽车保险为主 那刚刚那节我们都提到 就说今年整体汽车的市道呢 都是有个明显的放缓 内地人买车方面也都没有去年有个那么强的意欲呢 那可能都会对于一些汽车保险的产品来说呢 会有点影响 那所以你问我的人保就暂时不是一个那么好的选择了 看回个股价 那最近都是一个很闷的 一个横行的格局为主的 那你说落到去可能3元啊3.1 那样上下就顶住啊 跌不穿了 那但是同样地你说升呢 那可能你说未来升到去 大概3.2啊3.3 那样上下也都会顶住 那这只股份就只是适宜一个就是波幅上面的炒作的 嗯好 那都暂时来说只是波幅上面的炒作 那这只股份可以留意回萧小姐 接着呢要听听就是陈小姐的电话先 陈小姐你好 你好啊 你好啊 是想问什么股份的 是想问这只0.4.6 你还是怎样 是 是 本身是没有拿着货 我已经拿着货 我已经拿着货 那就是2元已经卖了 就不拿了 嗯 2元就拿了货 拿到现在的 是吗 是没错 好的 那460四环医药 就见到3.6毫半 今天继续去破顶 各位见过3.7毫半 现在暂时就没有升跌了 2元拿货 其实有相当的利润在手 其实医药股 的升势一直都保持着 是否可以继续拿着呢 如果要定下指站位又怎样定呢 是的 那4环就真的在今年以来的股价 相当标青 有两个二左右 或者是年初的低位 就不断升的 如果你说计医药股来说 它和石药都零零射射 跑赢了market 那特别你说460 如果你计个升幅 由年初到现在 都接近是升了有七成多 至八成那么多 你说去到这些位置 就是3.6、3.7 我觉得有点的阻力会出现的 就算你说在这些位置再穿 那上面去到可能接近3.9的位置 都会是顶住 如果你之前低位买入了 你又不介意再等下去 那你又可以定下指站位 假计如果你说股价跌穿回3.5的 就是说它跌穿回10天线的话 那你就可以去到走一走那些货先的 再不是的你就等股价来 看看有没有机会再挑战高位 可能去到3.9那样 到时候都是一个减绑离场的一个价位 3.5或者上网去到3.9这个位置 都可以是一个减绑的位置 留意一下陈小姐 多谢你电话的内电 我们都时间差不多了 先听到黄小姐的电话 黄小姐你好 你好 谢谢 请问992 我还没有货 请问在哪个价位可以入 谢谢你 好明白了 992 联想做4.9 今天偏远跌2千 也见过一个月低位 低位见过4.8.5 经常都说联想都是炒一些高低波幅的位置 现在不是太大的联想 如果没有货 现在是不是一个炒的买入价位呢 我觉得赌还可以多等一阵 因为见到联想 如果你说到基本面 之前公布的数据或者业绩 就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憧憬 你说股价会不会很明显的爆升上去 我看的机会就相当美 反而你说这个波幅上面的操作 就可以考虑的 因为都见到 其实最近这大半年 它的股价都是由4.5 到上面大概5.5 就不断上上下下下 就是说在图表上面见到 那个大型框框 到现在来说 都仍未叫做打穿 那你看到就说 那个框框的底部 大概现在是4.6 左右 是应该有个支持的 所以如果你说要买的 可以等个股价 接下来再回多 可能两三毛指 去回4.7 4.6 左右的位置 才考虑去买回 那上面看的一个中线的目标 亦都是望回之前的阻力区 大概是5.3 5.4 好的 暂时就再hold低一点 先去买入 希望都能帮到你了 多谢各位家庭观众 今天的电话来电 我们时间差不多 和Jason做新报 说的股份有没有持有的 没有持有的 明白了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有没有持有的股观众